父母离婚后 孩子没了影 我们这个孩子的盖权和这个生活 会餐的大型 没电子在牵挂这个事 荀子多年未果 前夫的举动让他心生疑惑 说的好听是送人了 但是说的不好听就是卖了 抚养孩子七年 他们之间的收养关系是否成立 没有依法成立的所谓事实的收养关系 所以这个是无效的 这个是违法的 生父送养孩子之后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31岁的子琪 2014年5月生了一个儿子 全家人自然是十分高兴 然而从孩子八个月大的时候 他就再没见过孩子的面了 如今儿子应该已经七岁了 可是这孩子长成什么样呢 是高是矮是胖是瘦 子琪是一改不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而这一切还要从子琪结婚开始说起 2013年子琪24岁 经过亲戚朋友的介绍 认识了比自己大两岁的小强 两个人相处了半年左右 就张罗起了结婚的事 认识有半年吧 就结婚了 不够太了解了 一开始还行 很快 子琪和小强就领取了结婚证 虽说小两口婚后会有些摩擦 但总体来说 日子过得也很甜蜜 然而没过多久 问题来了 2014年5月 子琪和小强的孩子出生了 但是小两口仍旧经常吵架 直到2014年年底 双方因为琐事打了一架 心灰意冷之下 子琪回了娘家 之后小强提出了离婚 他就起诉说 要跟我离婚 然后在法院判决下 我们就离婚 孩子 他同意我不出抚养费的情况下 就是孩子跟他抚养 但是我有探视权 他也予以协助 就是让我看孩子 我女儿妈精神出过她 自己管不了孩子 她就没有带孩子 又没有工作 2015年1月21号 经法院调解 子琪和小强 双方达成了离婚协议 孩子随小强生活 小强同意 子琪不支付抚养费 子琪有探视权 小强应予以协助 就这样 双方维持了一年多的婚姻 就走到尽头了 子琪说 他最后悔的事 其实就是孩子 孩子八个月大的时候 他就和小强离婚了 没想到 和孩子的这一别 竟然再也见不到了 这么多年我没见到 但是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寻找孩子 子琪说 和前夫离婚之后 他曾多次去到前夫家门外 但是 因为和小强的种种过往 他并不想和对方沟通 所以 一直也没见到孩子 2016年冬天 他电话联系前夫 提出要见孩子 但被拒绝了 所以 孩子从八个月大至今 他一直没有见过 直到去年四月份 子琪听说了这么一件事 人家别人就是这样说的孩子 送人了 听到前夫小强把孩子送走 子琪十分着急 再次前去小强家 果然没见到孩子 说的好听是送人了 但是说的不好听就是卖了 然后听说在那个西街口 就是下面西街口交易的 把孩子抱走了 说给了五六万 一会儿听说孩子被送养 一会儿听说孩子被卖 子琪越想越不对劲 加上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没见到孩子的身影 子琪越发相信这些传言 于是他下定决心 联系小强 问个究竟 我一直问他说孩子在哪 他就说在太原 他有个姐姐是嫁到太原了 他就说他姐给看着 在太原 就是意思是 反正各种理由 各种借口不让我见孩子 我觉得不对劲 因为他姐姐回来的时候 就带他姐姐的两个孩子 就没有我的孩子 就回了他姐姐回娘家的时候 你也这样 我在案中也调查了 就是在他家附近看了 他把孩子送养 这个时候跟你说过吗 没有 我在不知情 我一切都不知道 根据民法典 第1097条的规定 生父母送养子女 应当双方共同送养 生父母一方不明 或者查找不到的 可以单方送养 也就是说 小强一方将孩子送养 应该是通过子琪的同意 才能这么做 当然不管子琪 如何追问孩子的去向 小强就是不松口 反正现在也是 不知道孩子 但是盼着说 在太原上学 在太原怎么的 我也说孩子过得很好 但具体过得好不好 我都没有见 我觉得这个行为 太伤害我了吧 我就觉得我心里 就是对我和孩子 都挺伤害大的 我想想孩子 是不是跟着他 也就是过得好一点 也许我当时 想法是错误的 但我想着说 孩子跟上他 总别跟上我 那个什么吧 因为我一无所有 怕我给不了孩子什么 现在孩子已经找不到 我们这个孩子 盖全 和这个生活 会餐的大型 没得再切挂这个事 由于从小强这里 找不到任何关于孩子的线索 子琪就开始自己想办法 找到了一些关于孩子的视频资料 视频中我们看到 一个小男孩正在洗碗 子琪告诉我们 这就是他七年没见的儿子 这别人发给你的 这是小孩几岁的时候 就现在吗 这是小时候 这不是以前你们起的 以前叫梗 现在叫梗 视频每天都在看 就想找到孩子在哪 我想马上见到孩子 看到孩子被改名换姓了 再根据小强的一些说辞 子琪一家大概可以确定 孩子这些年并非是由小强在抚养 而是被小强给送养出去 这孩子究竟在哪 过得怎么样呢 这成了子琪一家 目前最担心的事 当初明明协商好 由小强来抚养孩子 为什么小强后来 又要把孩子给送养出去呢 这里边究竟有着 怎样的隐情呢 亲生骨肉在哪 前夫究竟在隐藏什么 面对六万元的质疑 他们又有怎样的回应 前夫只字不提养父的线索 他又该怎样寻找孩子的下落 感觉没法和他沟通 然后我就起诉之后 就是说要变更富养去 生父送养孩子之后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为了了解 子琪的孩子被送养一事 我们找到了小强 询问了孩子目前的住所 面对记者的询问 小强避而不谈 看到小强这样的态度 子琪有些坐不住了 子琪见孩子心切 刚和小强见面就吵了起来 作为孩子的母亲 理应是有探视权的 但是小强这样躲避问题 究竟是在隐藏什么呢 等双方冷静了一会儿 我们再次上前询问小强 因为过去给亲戚了 是这一会儿 对 当时说带养了 后面了 人家不是带养的时间长了 我说那就过去给他进去了 现在对于送养孩子的事情 小强也是承认的 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 他要将孩子送走呢 对于小强的病情 小强的母亲 也和我们说了这样的情况 根据民法典规定 生父母送养子女 应当双方共同送养 所以小强单方送养孩子 并不符合要求 虽然小强患病 但是整体上并不像困难到 抚养不了孩子 就算是家里困难 也得经过村委会和民政部门证明 这个人跟你们是亲戚吗 是的 反正是亲戚 好像是有远 不是这些的那种 小强的母亲说 他家的这个远房亲戚姓薛 当初薛师傅得知 他家想送养孩子 而薛师傅也有收养的想法 于是就和几个亲戚 来到他家看了孩子 为了了解当初送养时的情况 我们找到了薛师傅 你是中间人 你就是也是把这盒 是给了太远的一家了 是吧 那个是我小舅子 这个你小舅子这边 也是同意药是吧 那肯定同意 他这家还有人 薛师傅说 他的小舅子 婚后一直没有孩子 听说小强有送养的意愿 就来看了孩子 当下就商量好了送养的事 那么当初 小强送走孩子 为什么不去问问 子齐的意见呢 让小强生气的是 过去七年 子齐从来没有看过孩子 也没有尽到过 做母亲的责任 现在却突然出现 想要孩子 他难以理解 这时子齐说 他曾听朋友们说过 小强把孩子送走 收了对方六万元钱 这事是否存在呢 你把孩子给卖了 没有这个可 法院你之前已经调查过 就要有这个情况 早就把我看了 行吧 我就没掏钱 他说是我掏了六万块钱 那我有啥办法 是吧 我就没有掏钱 他说我掏钱了 目前 薛师傅和小强 对于子齐所说的 六万元一事 一致否认 不过 小强的母亲说 对方曾确实给过他一些钱 但这与孩子并没有关系 他就累了三个人 累了 抱这个娃娃的 从心里实在不得了 就是 就是那个男的 他就姐姐 应该去补她的活了 年轻回想 这是 叫你给你 就到了那里来 叫给你买身 是什么意思 小强的母亲说 对方给他的这两千元钱呢 仅仅是为了表示感谢 没有其他的意思 而且呢 根本也没有六万元 送走孩子的事 对于小强一方这样的说法 子齐呢 虽说持怀疑态度 但是也没有更多证据 来证明 从别人那儿 听到的这个消息 是否是真的 现在呢 子齐最想知道的 还是孩子的下落 孩子现在在哪儿 小强一直没有和子齐说 这让子齐心急如焚 他告诉记者 其实之前 当他得知孩子被送走后 就找小强说过孩子的事 但是小强的态度一直如此 感觉没法和他沟通 然后呢 然后我就起诉之后 就是说要 变更抚养权 2020年5月 子齐诉请法院 撤销小强对孩子的监护人资格 判令孩子随他共同生活 小强每月依法支付抚养费 随后 法院是用检疫程序 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法院认为 被告小强 在取得孩子抚养权后 虽待遇履行监护职责 未经原告同意 将孩子送养他人 但该行为 并未达到严重侵害 被监护人健康成长 和基本生存的程度 不符合法定撤销监护权的条件 关于孩子抚养权问题 原告子齐应先依法确认 收养关系是否有效 在解决收养关系效力问题之后 再对孩子的抚养权另行主张 法院判决 驳回原告子齐的诉讼请求 目前她已经上诉至二审法院 如今 子齐要收回孩子的抚养权 先得确定收养关系是否有效 那么孩子和名义上的收养人之间 是不是收养关系呢 这个呀 必须得找到孩子名义上的养父 小强一方 以及送养孩子的中间人薛师傅 都不想让子齐知道一丝线索 这茫茫人海的 子齐要找到这个人 真是难上加难呀 根据仅有的线索 能否找到丢了七年的孩子 这个人 没有利过 没有利过 抚养孩子七年 究竟有无收养手续 小孩的户口怎么能伤到你 你户下呢 给你爸 我不收养 我傻也有 我为啥不能伤 亲生母亲 想要孩子 需不需要 补偿养育用 他主张自己 在这个期间的 所谓的物质损失和经济损失 要求这个 孩子的母亲来支付 我认为他没有法律依据 生父送养孩子之后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多年来 子齐收集到了孩子的四五段视频资料 从孩子两三岁大 走路不稳的时候 到现在七岁的样子 子齐反反复复 每天都要看一看 我没有一天 就是睡过好觉 我就觉得我一起找孩子 就是 没有一天不想他 没有一天不担心他 子齐说 今年孩子应该有七岁了 他一有时间 就会四处打听孩子的下落 慢慢地也收集到了一些线索 别人打听到说 在这个无家宝这块 子齐打听到 现在抚养孩子的人姓刘 在了解到此人的大概住址之后 子齐就迫不及待地 和我们来到了这里 你看有没有见过这个人了 没有 没有见过 您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没有 他就是这一票是跑货运的 没有见过这个人 没有 这个人 没有利过 没有利过 有没有咱们的院里见过 没有了 没见过 您再仔细看一看 没见过 没印象 没有了 这是小时候 不知道现在搬家了没有 就这块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就这个 带个小孩 没有 这带个小孩 没有 哎呀我不认识 没有见过 我们平常上班在这 下班我们也就走了 因为线索有限 子齐寻找了一天 都没有打听到 关于孩子的任何消息 肯定是在继续找吧 继续找 然后 相信是肯定能找到孩子的 夜幕下的子齐 站在路边 除了身体的疲惫 更多的是心里的失落 孩子 你在哪 这是他内心 唯一的呼唤 之后 子齐辗转找到了 目前抚养自己孩子的 刘师傅的联系方式 刘师傅不愿告诉我们 孩子的住址 也不愿让子齐见到孩子 他说 自从孩子来到他家 他是事如己出 倾其所有 给了孩子 很好的生活环境 孩子的出生证上 写着的 应该是子齐和小强的姓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刘师傅又是怎样 把孩子的户口 上到自己名下的呢 对此 刘师傅并没有做出回应 没有办理收养手续了 你老要救资 这个要干啥了吗 那就是没有是吧 你这救资 这个要干啥了吗 面对记者的询问 刘师傅没有回应 在我这边 我得调好的 我安排的学员给上了 今年生的一年级 我在他片上 要干往要孩子 孩子是他的孩子呀 他和孩子有血缘关系了呀 刘师傅说 子齐要接走孩子 需要给他一些补偿 对此 子齐并没有做出回应 他表示 会继续走法律程序 要回自己的孩子 接回来看他能和我适应吗 我觉得我毕竟是 他孩子亲生母亲嘛 我觉得我们相处起来 应该比较快 虽然 子齐并没有 如愿见到孩子 但他还会继续上诉 合法维护自身权益 那么如果刘师傅 和子齐的孩子之间 没有办理相关收养手续 但存在七年的收养事实 双方之间能否形成收养关系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来连线严永平律师 请他为我们解读 目前 虽然有七年的收养事实存在 但是没有依法成立的 所谓事实的收养关系 所以这个是无效的 这个是违法的 好 严律师 还有一个问题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子齐作为孩子的母亲 是否可以如愿 获得到孩子的监护权 以及抚养权 把孩子接过来 和自己共同生活呢 他需不需要 给付刘师傅 一定的相关费用呢 他应该变更抚养权 因为他的父亲 待遇履行自己的职责 把这个孩子 未经他的母亲的同意 那么随便送养 这个情况是 对他的母亲来说 是侵犯他的抚养权 所以他变更抚养权之后 他可以把孩子 接到身边来 自己抚养这个孩子 就实现了自己的目的 另外呢 这个收养人实际 那么获得了这个 实际对这个孩子 进行了这个抚养 那么在抚养期间 肯定也付出了一些金钱 和自己的精力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 收养权并没有依法成立 所以说他主张 自己在这个期间的 所谓的物质损失和经济损失 要求这个孩子的母亲来支付 我认为他没有法律依据 这件事情的发生 其实呢 除了小强存在过错 子齐也是有一定责任的 和小强离婚之后这么多年了 子齐明知道自己 有探视孩子的权利 但是呢 迟迟没有和小强 去协调这个探视的时间 一个存在违法行为 另一个呢 又没有积极的履行自己的义务 这最终受伤的呀 还是孩子 我们也希望 这件事情呢 最终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解决 给孩子一个完整健康的生活环境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